哈喽大家好,我是雪露,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观众的印象中,奥特曼们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 无论面对多么凶恶的怪兽,他们都不会退缩 可是在光鲜的背后,往往都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 今天雪露带大家来看看奥特曼们的心酸过往 雷欧家破人亡 奥王却从小在别人的欺负下长大 说起雷奥特曼,想必小伙伴们对他并不陌生 什么格斗王,体术之王等等,这些都是对他的赞誉 可是大家知道吗,雷奥特曼的身世其实非常的悲惨 他的故乡狮子座,被残忍的宇宙人侵略,亲人全被杀害 围的一个弟弟,阿斯特拉还下落不明 也正是因为这些痛苦的经历,才让雷奥特曼成长成为一名真正的男人 再有就是佐菲奥特曼了 表面上佐菲拥有着极高的地位,在光之国输一不二 而且佐菲还拥有着光之国最为强大的M87光线 可千人官方设定那么强大,佐菲又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个人TV呢 而且还在其他奥特曼中扮演着打酱油的角色 那具无敌的佐菲又倒下了,也更像是对佐菲的嘲讽 另外要说起奥特之王有过悲惨的遭遇 相信很多人听了都会不相信 确实,奥特之王有着无人能比的实力 地位上也是非常尊贵的 我们从奥特曼剧集中也找不到奥王被欺负的画面 但如果大家看过关于奥王小时候的漫画 可能就会知道一二了 《漫漫》中有过记载,说是因为奥王小时候长得太丑 经常会遭到其他人的排挤 那时候奥王就下定决心潜心修行 忠于王者归来 他对边成为了今天的奥特之王 最后就是贝利亚了 大家都只知道贝利亚是一个黑化奥特曼 但如果你知道贝利亚背后的故事 可能你就能理解贝利亚了 曾经的贝利亚也是一个受人仰望的奥特曼 与奥特之父合作打败过无数的怪兽 可是最后的功劳都鬼功于奥特之父 这样不公平的待遇 贝利亚又如何容忍得了 就这样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下半秒不同意见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鹿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小鹿点个赞哦 想看更多的贩咨询关注我 抢先看我们下期再见